大家好 上期视频中加设尊者之一 佛陀既然久住涅槃之清净圆满 那为何能生出罗侯罗这个儿子 佛陀做了种种辟语 最后的结论是 如来的儿子罗侯罗并非男女淫欲而出生的 这只是一种事件 那么在第五卷中 佛陀又在言语之间透露出一个 令普通人乃至一知半解的佛弟子都不知道的事实 大家听说过 一切佛都具有三十二相 其中一相就是 马阴藏相 佛的身相并非我们凡夫一般 看了这期内容 你就彻底相信 罗侯罗的出生为什么非淫欲而生了 打破涅槃经卷第五 一次加设尊者对佛说 世尊 如佛所说 诸佛世尊有秘密藏 我并不赞同 佛赞叹家业 善哉善哉 善男子 如你所说 如来确实没有秘密之藏 为什么呢 比如秋天的满月悬在空中 眼睛健康的人都能看到 如来之眼也是如此 开发显露 清静无意 愚蠢的人不能理解认为是秘藏 聪明人了 答则不叫做葬了 善男子 譬如有人攒了很多钱财 却非常吝啬 不肯不失给救济贫穷的人 这样的积聚才叫秘藏 如来不是如此 如来在无边节中 积聚了无量的妙法珍宝 心中没有吝啬 常常不失给一切众生 怎么能说如来有秘藏呢 善男子 譬如有人身体残疾 或许盲目 或许缺手缺脚 也为羞耻 而不想让人看见 也为别人看不见 所以叫做秘藏 所以叫做秘藏 如来不是如此 所有正法具足无缺 让人看得见 如何能说如来秘藏呢 善男子 譬如贫穷的人欠别人很多钱 也为害怕债主所要 而把钱藏起来 所以叫做藏 如来不是如此 不欠一切众生的时间法 虽然欠负众生的出世之法 却并不藏匿 也为常常把众生 看作同一个儿子 为他们演说无上妙法 善男子 譬如长者有很多财宝 只有一个儿子 非常疼爱 不舍不离 将所有的珍宝 都展示给儿子 如来也是如此 将众生看作相同的孩子 没有偏爱 善男子 比如世间人认为男女根 生殖器 丑陋彼恶 就用衣服遮盖起来 所以叫做藏 如来不是如此 永断此根 也为无根 所以无所复藏 善男子 如婆罗门所有的言论 永远不想让沙利 皮舍 手驼等人知道 也为 也为他们的言论中有过恶 如来正法 则不是如此 从头到尾都是之善 所以不能叫做密藏 善男子 譬如长者只有一字 时常挂念恋爱非常 来到学校 希望儿子接受教育 也为担心学得慢 转回家中 昼夜不停地 教他学习半个字 却不教会他皮加罗论 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太小 没有能力接受 善男子 假如长者教会儿子半个字 他儿子就能学会皮加罗论了 家也回答 不能 世尊 佛问 那么这个长者是对儿子所有密藏吗 家也回答 不是的 世尊 因为孩子年幼 所以不给他讲 而不是因为秘密 所以吝啬都不说 因为如果有极度 密令之心 才叫做藏 如来不是那样 怎么能叫做如来密藏呢 佛说 善哉善哉 善男子 那大长者就是如来 所说的孩子就是一切众生 如来将一切众生看作相同的儿子 教育儿子就是指生文弟子 所说的半字就是指九不经 皮加罗论就是方等大成经典 因为生文没有智慧力 所以如来为他们说半字 极九不经典 而不为他们说皮加罗论 极方等大成 善男子 上面讲的长者的儿子 长大后有足够的学习能力 如果若还不给他说皮加罗论 可以叫做藏 如果生文具备能力 能接受大成皮加罗论 如果如来密西不给他们讲 那说明如来有秘密藏 但是如来不是如此 所以如来没有密藏 向那个长者教会儿子认字 然后再给他演说皮加罗论 我现在也是如此 为诸弟子说完半字九不经 再为大家演说皮加罗论 所谓如来长存不便 另外 善男子 替如夏日起大云雷降助大雨 令播种的农夫丰收 不播种的却并没有收获 没有收获并不是龙王的过错 此龙王也没有所藏 我现在也是如此 将大法语 大涅槃经 众善子的众生 能得智慧的牙 过 没有善子的则无所获 无所获并不是如来的过错 佛如来确实没有所藏 家业又说 我现在确定如来世尊没有密藏 可是佛所说的皮加罗论 所谓佛如来长存不便 恐怕不是这样 因为佛曾经说过 诸佛与原觉 即以弟子众 有舍无常身 何况诸凡夫 诸佛与原觉 以及众弟子 尚且要舍弃无常之身 何况凡夫 现在又说长存无便 是怎么回事呢 佛说 善男子 我为了给一切生文弟子教授 半字才说刚才的话 善男子 波斯尼王的母亲命中后 波斯尼王悲痛豪气 不能自治而来拜见我 我就问他 大王 为何悲苦懊恼到这个程度呢 王说 世尊 国大夫人今天命中 假使有人能让我母亲复活 我会舍弃国家 像马其真以及身体性命都给他 我又说 大王 且莫愁恼幽悲体护 一切众生寿命尽了 就叫做死 诸佛原觉生文弟子 尚要舍弃此身 何况凡夫 善男子 我为了给波斯尼王交半字 而说此计 今天为了给诸生文弟子 讲解皮加罗论 而说如来长存无有便宜 如果有人说如来无常 那人舌头怎么会不堕落呢 家业又说 如佛所说 无所聚机 于时之足 如鸟飞空 即不可寻 什么也不要记载 对食物之足 像鸟飞在空中 没有足即可寻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世尊 在此大众中 谁能称得上无所机具 谁又称得上食之足 谁又如飞行在空中 无即可寻即呢 而他们去向何方呢 佛说家业 所谓机具 就是指机具财宝 善男子 机具有二种 一种有为 另一种无为 有为的机具 就是生文行 无为的机具 就是如来行 善男子 僧也有二种 有为和无为 有为的僧 叫做生文 生文僧者没有机具 比如奴婢 非法之物 库藏古米 掩齿胡麻 大小猪豆等 若有人说 如来听认出养奴婢 菩师 如是等物 舌头就会卷缩 我所有的生文弟子 称得上没有机具 又可称为于食之足 如果贪吃 就叫做不知足 不贪吃就是知足 踪迹南巡 就接近无上菩提之道了 我说 此人虽然远去 却没有所到达的地方 家业又说 如果有为僧 尚且没有机具 何况吴维僧 吴维僧就是如来 如来云 怎么会有机具呢 机具就是藏匿 如来凡有所说 没有任何利息 如何能叫做葬呢 既不可寻 就是涅槃 涅槃之中 没有日月星辰 珠秀 寒热 风雨 生老病死 二十无有 离开所有忧苦和烦恼 如来住在这种涅槃中 常不便宜 因此因缘 如来来到此梭罗树间 在大涅槃中 入波涅槃 佛告诉家业 所谓大就是说 他的兴致广博 有如有人的寿命无量 所以称作大丈夫 此人若能安住于正法中 就称作人中生 比如我曾说的八大人绝境 可能为一人所具有 也可能为多人所具有 如果一个人具备八种 则最为殊胜 所谓涅槃就是指没有各种窗油之病 善男子 譬如有人被毒箭射伤 非常痛苦 遇到良医 为他拔掉毒箭 敷上妙样 使他离苦得乐 此医生随后游走于大小城市中 有人有窗油之病 就去为他们医治 善男子 如来也是如此 成就了等正觉 也就成为大医王 看到严福提的苦恼众生 在无量劫中被淫 怒 痴 烦恼 这些毒箭所伤 受大苦切 就为他们说 大成经作为甘露法药 这里的人治好了 就再去其他 有这些烦恼毒箭的地方 视线做佛 为他们了治 所以叫做大波波盘 大斑涅盘 也叫做解脱处 随便哪里有需要调伏众生的 如来就在那里为他们视线 正也为这种真实的甚深的毅力 所以叫做大涅槃 嘉业菩萨又对佛说 世尊 世间医师能了治一切众生的窗油病吗 佛说 善男子 世间的窗油有二种 一种可治 一种不可治 凡是可治的医生就能治 不可治的就不能治 嘉业又说 如佛所说 如来为严福提众生的治疗结束 如果说治疗结束 为何众生里面还有不能得到涅槃的人 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涅槃 为何如来说治完了 要去他方 佛说 善男子 严福提里面的众生有二种 一种有信 另一种无信 有信之人能治 也为一定能得涅槃 没有窗油之苦 所以我说治疗严福提诸众生结束了 无信之人叫做遗产体 遗产体者就不可治 除了遗产体 其余都治好了 所以涅槃叫做无窗油 世尊 什么叫涅槃 佛说 善男子 涅槃就叫做解脱 嘉业又说 所说的解脱是色还是非色 佛说 善男子 既是色又不是色 所谓非色就是生闻原觉的解脱 所谓色就是诸佛如来的解脱 善男子 所以解脱即是色又非色 如来为诸生闻弟子说的为非色 世尊 生闻原觉 如果不是色 如何的主 佛说 善男子 比如 非想非非想天 既是色又非色 我也说他是非色 如果有人刁难说 非想非非想天 如果是非色 如何能存在 而且还会离去 归来 进入 停止 这些道理是诸佛的境界 不是诸生闻原觉所能感知的 解脱也是如此 即是色又非色 称之为非色 既是想又非想称为非想 这些道理也是诸佛境界 不是诸生闻原觉所能感知的 这是嘉业菩萨又对佛说 世尊 只希望如来哀悯我等 为我们进一步解说 大涅排行 解脱的道理 佛赞叹家业 善哉善哉 善男子 真解脱叫做远离一切媳妇 如果是真解脱 就能离开所有媳妇 则没有生也没有和和 比如 父母结合就会生子 真解脱的人 则不是这样 所以 解脱叫做不生 家业 比如醍醐的性质清静 如来也是如此 不是因为父母和和 而产生了如来清静的性质 之所以 视线有父母 是为了化度众生 真解脱就是如来 如来的解脱无二无比 比如春天种下种子 种子得到温暖 就会发芽 真解脱不是如此 另外 解脱叫做虚无 虚无就是解脱 解脱就是如来 如来就是虚无 不是所作 造作 凡是所作的 都好像成却楼阁一样 无常便意 真解脱不是如此 所以 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 解脱就是无违法 譬如 陶瓷工匠做的陶器 终会被摔破 解脱不是如此 真解脱是不生不灭的 所以 解脱就是如来 如来也是如此 不生不灭 不老不死 不破不坏 不是有违法 因此叫做如来如大涅槃 不老不死 是什么意思呢 老就是千变 如头发便白脸上增加皱纹 死就是身体毁坏 生命终结 解脱中 没有这样的法 因为没有这些 所以叫做解脱 如来也不会有头发便白脸上增加皱纹 这样的有违法 所以 如来没有老 没有老 所以没有死 解脱又叫做无病 所谓病有404种病 以及剩下的外来的 亲损身体的病因 因为这里没有病 所以叫做解脱 无疾病者 就是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如来无病 所以法身也没有病 如此无病 就是如来 死就是身坏命中 此处无死就是甘露 甘露就是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如来成就如是功德 如何能说如来无常 如果说如来无常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既然是金刚身 怎么会无常呢 所以如来没有命中 如来清静 没有够会 如来的身体 不被胎包染污 就像分驼利 花本性清静 如来的解脱 也是如此 这样的解脱 就是如来 所以如来清静 无垢 另外 解脱后不再有任何猪肉创有 如来也是如此 没有一切猪肉创有 另外解脱没有斗争 饥渴的人 看见别人饮食 就想抢夺 解脱不是如此 解脱又叫安静 凡复所谓安静 就是指魔先手罗 这样的说法是虚妄的 真正的安静 毕竟解脱 毕竟解脱就是如来 解脱又叫安隐 比如 盗贼多的地方 不能叫做安隐 清移之处 才叫安隐 此解脱中 没有部位 所以叫做安隐 所以安隐就是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如来就是法 另外 解脱是独一无二的 所谓有等吕 正如普通的王国 都有邻国 解脱则不是如此 无等吕 就是所谓的转轮圣王 没有任何国王 可以和他相比的 解脱也是如此 无有等吕 无等吕 就是真解脱 真解脱 就是如来转星号轮王 所以如来无有等吕 有等吕的 没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另外 解脱叫做无忧愁 有忧愁的 比如 国王因为害怕 强大的邻国而烦恼 解脱则没有死事 比如破除怨结 则没有忧虑 解脱也是如此 没有无忧虑畏惧 无忧畏就是如来 另外 解脱叫做无忧喜 比如 有个女人 只有一个孩子 远离家乡 去服军役 后来母亲 听到儿子战死的消息 非常愁苦 而后又听说 孩子还活着 就非常欢喜 解脱中 不会有这些事情 无忧喜 就是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另外 解脱没有成功 比如 春天太阳落山后 日风会扬起尘雾 解脱中 没有这样的事 无尘雾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比如 圣王发迹中的明珠 没有够会 解脱的性质 也是同样的 没有够会 无够会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比如 真金之中 不夹杂杀石 才叫做珍宝 有人得到 会认为是财富 解脱的性质 也如同那个珍宝 珍宝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比如瓦瓶破裂 发出难听的声音 金刚宝瓶 则不是如此 解脱也不会破裂 金刚宝瓶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所以 如来深不可悔 发出爆裂声音的 如同壁麻子 剩下之时 放在烈日下 曝晒 就会发出震宝之声 解脱中 没有如此之事 如同金刚 珍宝之瓶梅 有破裂之声 假使有无量百千之人 一起击打 他也不会损坏 无破裂声 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如同贫穷之人 欠负他人前悟 被人抓住枷锁 策罚受尽苦毒 解脱中 没有这等事情 没有负债 有如长者 有无量艺术的财宝 很大的权利 不会欠别人的东西 解脱也是如此 有无量法才珍宝 势力自在 无所负债 无所负 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另外 解脱叫做无逼切 比如 春天开始变热 夏日食物发甜 这个不知道 意思对不对 冬日感觉寒冷 真解脱中 没有这些不如意的事 无逼切者 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另外 譬如 有人保食鱼肉之后 又喝了牛奶 这人就离死不远了 真解脱中 没有这等事情 此人如果得到甘露良药 就能解除所患 真解脱也是如此 甘露良药 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者就是如来 如何是逼切和不逼切呢 比如 凡夫骄傲自大 心想 一切众生 谁都不能害我 就靠近蛇虎毒虫之类 要知道 此人就会死于非命 真解脱中 没有这些事 不逼切 有如转轮王 所有神猪 能服羌狼等 九十六种毒虫 有人闻到 此神猪香的 就能消除各种毒害 真解脱也是如此 能远离二十五有 毒害消灭 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另外 不逼切 如同虚空 解脱也是如此 虚空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而逼切 则如在甘草附近 点燃各种灯火 非常容易失火 真解脱中 没有这等事情 另外 不逼切 譬如日月不逼迫众生 解脱也是如此 对众生没有逼切 无有逼切 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就是如来 解脱者又叫做无动法 比如相互怨恨的亲戚 真解脱中 则不会有 另外 不动就如同转轮王 再没有其他圣王 作为亲友 如果还有亲友 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解脱也是如此 再没有亲友 如果还有亲友 也没有任何道理 圣王无亲 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者即是法 另外 所谓无动 譬如浅色的衣服 容易被染色 解脱不是如此 另外 所谓无动 比如想找到 有臭气和青色的婆湿花 是不可能的 解脱也是如此 想让解脱有臭气 以及各种色相 也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 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 解脱又叫做西友 譬如水中生出莲花 不是西友的 而火中生莲 才是西友 有人见到会感觉欢喜 真解脱也是如是 凡是见到的人 都心生欢喜 西友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者即是法身 另外 所谓西友 譬如 婴儿从没有牙齿 到牙齿渐渐长大 最后从牙床里长出 解脱不是如此 没有生与不生的概念 另外 解脱叫做虚极 没有不定时 所谓不定 比如认为 异产题究竟无法转变 犯了重劲的人 能不成福道的想法 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此人 如果在佛的正法中 心中得到净信 那时就立刻消除了异产题 如果又能作有婆塞的 也能断灭异产题罪 犯重劲的人 灭除此最后就能成佛了 所以 如果说 他们必定不能转移 不能成佛道 是没有道理的 真解脱中 没有这些灭尽之事 另外 所谓虚极 是属于法界的 跟法界之性 相应就是真解脱 此句翻译 不知是否合理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一产题 如果尽灭之后 就不能叫做一产题了 什么才叫一产题呢 所谓一产题 是指断灭一切 所有善根的人 其本心不攀缘一切善法 乃至不生一念之善 真解脱中 没有这些事 也为没有此等事 所以是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不可量 比如堆积起来的穀物 可以算出其数量 真解脱则不是如此 比如大海不可度量 解脱也是一样的不可度量 不可量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又叫无量法 比如众生有很多夜暴 解脱也同样有无量的夜暴 无量之暴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广大 比如大海之大无与伦比 解脱也是如此无与伦比 无与伦比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最上 譬如虚空最高无比 解脱也是最高无比 最高无比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无能过 譬如狮子所住之处 一切百兽都不能超过 解脱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可以超过 无能过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无上 譬如北方是所有方向中最上的 解脱也是同样的无有上 无有上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又叫做无上上 譬如北方对于东方而言是无上上 可以理解为无上之无上 解脱也是如此没有上上 无上上即真解脱 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解脱者又叫做横法 譬如人天身体毁坏命终止 这其实是横而不是不横 解脱也是如此不是不横的 非不横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坚实 比如驱陀罗瞻谈行 没找到相关资料 知水其性坚实 解脱也是如此 性质坚实 性坚实的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不虚 譬如主委的经中间空书 解脱不是如此 要知道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不可恶 譬如墙壁没有粉刷的时候 文盟就在上面修习游戏 如果图上彩画雕士 蚊虫闻到彩香 就不愿在上面停留 这种不住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无边 譬如城镇都有边界 解脱不是如此 而是如同虚空一样没有边际 这样的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不可见 譬如空中无法发现鸟的足迹 这种难见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者又叫做甚深 也为生为原觉所不能误入 不能入集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所谓甚深是诸佛菩萨之所恭敬 譬如孝子供养父母的功德甚深 功德甚深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者又叫做不可见 譬如有人看不见自己的头顶 解脱也是如此 生文原觉所不能见 不能见者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无物宅 譬如虚空没有物宅 解脱也是如此 说无物宅是比喻二十无有 没有无物宅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又叫不可去 如阿摩勒果 类似胡桃的干果 人可以取来拿着 解脱却不可取持 不可取持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不可值 譬如虚幻的东西不能直持 解脱也是同样的不可直持 不可直持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是无有身体 譬如有人体生疮游 及各种拥居癫狂干枯 真解脱中没有这些病 无如是病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又叫做疑味 比如牛奶只有一种味道 解脱也是如此只有一味 疑味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清静 如同水中无泥就会成静清静 解脱也是一样的成静清静 成静清静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又叫做疑味 此疑味不是上面的疑味 请从比喻中体会 如同空中之雨一味清静 一味清静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出界 譬如满月的天空没有云彩遮挡 解脱也是如此没有遮挡 没有遮挡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者又叫做寂静 譬如有人的热病 痊愈身体终于得到寂静 解脱也是一样的身体得到寂静 深得寂静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就是平等 譬如野外的毒蛇鼠狼都有杀心 解脱却没有杀心 无杀心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所谓平等 又譬如父母平等地对待他们的孩子 解脱也是如此的平等 心怀平等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无益处 譬如有人只住在上庙清静的屋宅中 再没有其他住处 解脱也是一样没有益处 无益处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知足 譬如饥饿的人忽然遇到鲜美的食物 就贪得无厌的进食 解脱不是如此 好像进食乳迷吃饱后 再没有其他需要 再无所需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断绝 比如有人被捆绑着 忽然截断束缚得到解脱 解脱也是如此断绝 一切疑心解脱 这样的断移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到彼岸 譬如大河有此案和彼岸 解脱不是如此 虽没有此案却有彼岸 有彼岸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默认 譬如大海的波涛汹涌 声音嘈杂 解脱不是如此 如此的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美妙 譬如重药之中夹杂了喝梨了 味道就会非常苦 解脱不是如此 它的味道如同甘露 味如甘露比喻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能消除各种烦恼 譬如良医调配药剂 善于治疗各种疾病 解脱也是如此 能消除烦恼 除烦恼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无则 譬如小屋子不能容纳多个人 解脱不是如此 善于容纳接受 多所容受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灭除诸爱 不砸淫欲 譬如女人多诸爱欲 解脱不是如此 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没有贪欲 称惠 愚痴 娇慢等劫 另外 解脱叫做无爱 爱有二种 一种是恶鬼爱 一种是法爱 真解脱远离恶鬼爱 因怜悯众生 所以有法爱 法爱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 解脱离开我和我所 这种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即是法 另外 解脱即是灭尽 此处灭尽 针对贪欲而言 并且离开所有的贪欲 如是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即是法 另外 解脱即是救护 能解救一切恐惧 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者即是法 另外 解脱即是归处 如果有归依 如此解脱 就不用再求其余归依了 譬如 有人依视于国王 不再需要求其他的依靠 虽然依视国王 却依然动转 可是归依解脱 就不会有洞转了 无洞转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即是法 另外 解脱叫做屋宅 譬如 有人在旷野中行走 会有危险 解脱不是如此 没有危险 无险难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 解脱是无所畏惧 比如 狮子王 不会惧怕起于百兽 解脱也是如此 不惧怕任何魔种 无不畏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 解脱没有择下 譬如 窄鹿不能容纳 二人并排行走 解脱不是如此 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 解脱没有逼迫 譬如 有人因害怕老虎而跺境 解脱不是如此 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 解脱没有逼迫 如大海中 舍弃毁坏的小船 而得到监牢的大船 城之渡海 到达平安的地方 心中快乐 解脱也是一样 能令人心中快乐 能得快乐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 解脱能拔出各种因缘 譬如 因汝得烙 因烙的酥 因酥的醍 真解脱中 没有这些因缘 没有这些因缘的 就是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 解脱能降伏脚慢 譬如大王轻慢与小王 解脱不是如此 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即是法 另外 解脱能降伏各种放义 所谓放义 多半都有贪欲延起 真解脱中 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名相 就是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能消除无名 比如上庙的苏 可以除去各种子会 所以叫做醍醐 解脱也是一样 消除无名字 而生真名 如此真名 即是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寂静 纯一无二 如空旷处的野相 独一无二没有伴侣 此处翻译空有不当 解脱也是如此 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 解脱叫做监视 如同主尾的精干空虚 可是种子监视 除了佛如来 其余人天都称不上监视 真解脱能远离一切有流 如此的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能觉悟而增益自身 真解脱也是如此 如此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舍弃诸有 譬如有人吃饭后又呕吐出来 解脱也是如此舍弃诸有 舍弃诸有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决定 比如婆师花的香气 七叶中都没有 解脱也是如此 解脱即是如来 此欲不解 解脱又叫水大 譬如水大胜过其余诸大 能论一切草木骨子 解脱也是如此能论一切众生 如此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为入 如果有门户就能进入其道 在金性之处就可以得金 解脱也是一样 如果在门户处修无我 则能进入解脱 如此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为善 譬如弟子跟随老师 文教奉行就叫做为善 解脱也是如此 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出世法 超越一切法 比如所有胃中输入最好 解脱也是如此 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不动 譬如风不能吹动门槛 真解脱也是如此 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无涛波 比如大海的水 涛波汹涌 解脱是如此 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如同宫殿 怀疑此处缺子 解脱也是如此 要知道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作用 比如颜浮潭的黄金 有很多用处 没人说黄金不好 解脱也是如此 没有坏处 无有坏处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舍婴而行 比如大人舍弃小孩的行为举止 解脱也是如此舍弃五音 除舍五音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究竟 如囚犯释放后 洗浴清静 然后回家 解脱也是如此 毕竟清静 毕竟清静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无作乐 所谓无作乐 就是因为吐出了贪欲称惠鱼吃 比如有人误喝了舍毒 为了除毒 所以服用吐氧 吐出舍毒后就没有危险 所以身心安乐 解脱也是如此 吐出烦恼各种劫复之毒 深的安乐叫做无作之乐 无作之乐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断四种毒舍烦恼 断烦恼即真解脱 真解脱者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离诸友 灭除一切苦惑的一切了 永断贪欲 称惠 语吃 拔断一切烦恼根本 拔除根本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断一切有为之法 出生一切无漏善法 断腮这些的 所谓若我 无我 非我 非无我 只断取朕 却不断我见 我见就叫做佛性 此处 我是究竟一只我 佛性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不空空 所谓空空就是说一无所有 无所有就是外道尼尖子所认为的解脱 可是这些尼尖子其实并没有解脱 所以叫做空空 真解脱不是如此 所以叫做不空空 不空空就是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另外解脱叫做空不空 如水 酒 老苏 蜜等瓶 就算没有水 酒 老苏 蜜的时候 也叫做水瓶 或者其他瓶 而此瓶不能说是空还是不空 如果说空 则不应有色相畏处 如果说不空 其中又没有水酒等食物 解脱也是如此 不可说色 以及非色 不可说空 以及不空 如果说空 则不应有长的窝镜 如果说不空 那谁来受用此长的窝镜呢 所以不可说空 以及不空 所谓空 就是没有二世无有和各种烦恼 一切苦 一切香 一切有为行 正如瓶中无涝 则名为空 所谓不空 就是指真实的长了窝镜 不动不变 正如那瓶的色相畏处 所以叫做不空 所以用解脱比喻那瓶子 另外瓶子欲缘可能会被破坏 解脱却不可破坏 不可破坏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解脱又叫做离爱 比如有人敬爱 尸体还阴 大犯天王 自在天王 解脱不是如此 如果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无碍无疑 无碍无疑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如果说解脱还有爱意 是没有道理的 另外解脱能断出各种态 能断一切相 一切欺负 一切烦恼 一切生死 一切因缘 一切果报 如此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即是涅槃 一切众生恐惧生死各种诸烦恼 所以守三归一 比如群鹿害怕猎人 为了逃离而一次跳跃 则比喻为一归 三跳则欲为三归 因三跳逃离猎人 所以能受永安乐 众生也是如此 不为四魔 所以守三归一 因三归一而得安乐 守安乐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即是涅槃 涅槃即是无尽 无尽即是佛性 佛性即是决定 决定即是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嘉业菩萨对佛说 世尊 如果涅槃 佛性 决定 如来是一回事 为何要说三归一呢 佛告诉嘉业 善男子 一切众生不为生死 所以求三归一 因三归所以知道佛性 决定 涅槃 善男子 有的法是名义意意 名词一样意思不同 有的法是名义俱意 名字和意思都不同 所谓一意意 佛常 法常 比丘僧常 涅槃 虚空 也都是常 这叫做明一意意 所谓一句意 佛名为绝 法名不绝 僧名和和 涅槃名解脱 虚空名非善 又名无碍 这叫做明义俱意 善男子 三归一也是如此 名词和意思都不同 怎么能是一回事呢 所以我告诉摩赫波都波 提交他你 不要将供养我当作供养僧 如果供养僧 则能得到具足供养三归 摩赫波都波提就回答我说 众僧之中无佛无法 怎么能说供养众僧 则能得到具足供养三归 我告诉他 你听从我的话就是供养佛 为求解脱就是供养法 众僧接受就是供养僧 善男子 所以三归不是一回事 善男子 如来有时将一说为三 有时将三说为一 其中的道理是诸佛境界 不是声闻原觉所知道的 家业又说 如佛所说 毕竟安乐叫做涅槃 是什么意思呢 涅槃舍身舍至 如果舍弃了身至 那么谁来受用快乐呢 佛说 善男子 譬如有人吃饭后 心闻于是到外面呕吐 吐完后回来 同伴问他 你还难受吗 他回答说 现在舒服了 如来也是如此 毕竟远离二十无有 永得涅槃安乐之处 不可动转 无有尽涅 断一切寿 叫做无寿乐 如此无寿 叫做常乐 如果说 如来有寿乐 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所以说 毕竟乐即是涅槃 涅槃即真解脱 真解脱即是如来 家业又说 不生不灭是解脱吗 佛说 如是如是 善男子 不生不灭即是解脱 解脱即是如来 家业又说 如果不生不灭是解脱 虚空之性也无生灭 那么虚空应是如来 如同如来之性 即是解脱了 佛告诉家业 善男子 并不是这样 家业问 世尊 为什么不对 佛说 善男子 比如加兰加鸟 即命命鸟的叫声轻妙 与乌雀的叫声一样 家业说 不是的 世尊 乌雀的叫声 万万比不过命命鸟的叫声 加兰加鸟的叫声微妙 外貌也不同 如来为何将其和乌雀相比呢 无异于戒子和须弥山相比 佛与虚空也是如此 佛声可以比喻加兰加鸟的声音 不可以比喻乌雀的声音 这是佛赞叹加叶菩萨说的 善哉善男子 你今天明白了非常难以明白的道理 如来有时因各种因缘 所以用虚空比喻解脱 那解脱即是如来 一切人天都不能与真解脱相比 而此虚空实在不能与其相比 为了教化众生 所以用虚空这无法相比的名相来比喻 要知道解脱即是如来 如来之性即是解脱 解脱与如来无二无别 这不是比喻 善男子 如果没有无可比的东西 就不可以隐喻 有因缘才可以隐喻 比如经中说 面貌端正犹如满月 白相鲜结犹如雪山 满月不可能跟脸相同 雪山也不等同于白相 善男子 不可以将比喻看作真解脱 只为了教化众生 才做比喻罢了 用各种辟喻 让众生了解法性 比喻都是如此 家业又说 为何如来有两种说法呢 佛说 善男子 替如有人拿着刀剑 用称慧心要加害如来 如来颜色和月 没有悔恨 此人能因为坏如来 身而犯下你罪吗 家业回答 不能是尊 也为如来身不可坏 为什么呢 也为如来没有身具 只有法性 法性之性理论上 是不可毁坏的 此人如何能坏佛身呢 只因为他的恶心 才造成无间的罪 佛因此 因缘引用这些辟欲 让众生明白真实的法则 这是佛赞叹家业菩萨 善哉善哉 善男子 我所要说的你 已经说了 另外 善男子 譬如恶人要害 他的母亲 他住在田野的谷堆下面 母亲为他送饭 此人看到生家害之心 而开始磨刀 母亲发觉 就逃入谷堆中 此人拿刀绕着谷堆到处砍 砍完后非常欢喜 认为已经杀了 他母亲随后 从谷堆中爬出 回到家中 此人犯了无间罪吗 家业说 不 世尊 这并不能确定地说 为什么呢 如果说有罪 那么 他母亲身体应该损坏 身如果没有损害 如何说有 如果说无罪 他已经认为杀了 而心怀欢喜 如何说无 此人虽然不具足逆罪 却也是逆罪 佛因此 因缘引用这些辟语 让众生明白真实的法则 佛赞叹家业 善哉善哉 善男子 因此 因缘我说了种种的方便辟语 用以比喻解脱 就算用无量阿僧奇的比喻 实际上也不可以与之相比 也许有因缘可以用比喻说明 也许有因缘不可以比喻说明 所以解脱成就如此无量功德 去向涅槃 涅槃如来 也有如是无量功德 因如此等的无量功德成就圆满 所以叫做大涅槃 家业菩萨对佛说 世尊 我今天才知道 如来所至之处 唯没有穷尽之处 如果无尽 也就知道 如来的寿命也会无尽 佛说 善哉善哉 善男子 你今天能很好地护斥正法 如果有善男子 善女人 希望断除烦恼 各种劫负的 也应当如是护斥正法